位于繁华春秋路商圈旁的鼠阿街是一条拥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格老街 1901年大清邮镇成都分局在鼠阿街成立 岁月更迭邮局也几度一名 但这座巴洛克时风格的大楼成了无数成都人刻在DNA里的记忆 2020年在景江区大力推动片区城市更新的契机下 鼠阿街得到了一系列的优化改造 曾经的古墙古术得以保留存续又将新兴业态植入其中 8月9日熊猫游局属阿街店正式开业 记者带你看看这个文创新地标 其实熊猫游从十年以来已经成为了成都文化和熊猫文化的一张名片 很多游客还有本地的朋友都从这带走过文创用品 这次换新的也有点意思 来随着新镜头一起看一看 这是明信片 还有各种巴蜀文化游册熊猫印章 熊猫玩偶熊猫日用品 这里简直是爱熊猫人士的天堂 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文化地标这样的一种体验 在我们店内所有的产品和文化内容 都是在之内推荐我们的天堂文化 熊猫文化 游镇文化 那相关负责人告诉你 今天开放呢只是一层的示意 未来将二层还将开放城堡游镇文化成美馆 世界上最长的游户 给了一系列惊喜给到城堂游客 这里呢不仅仅像是一个单一的打卡地 更像是一个艺术长的 像是一个生活美食综合体制 我要把明星公司的评论到时光游戏的新公司 最后我就能收到自己给自己写的最方信了 在现场呢我们也知道了一会很早就等着开业 现在正在收写性的业业 然后我们来采访 看看他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这个城堂是我们四川的一个名片 作为熊猫的话 那么就是说宣传我们的鬼宝嘛 所以说这个熊猫有趣 加上我是提供爱好者 我们就要给全国国家的这个爱好者 要给他们认识能够发现出贴 全场我们成都 它就是这个 在老成都的烟火器里 拔地而起的新游局 有历史的旧 有创意的新 天赋本土的潮流的元素 都在这里一一交织 融会出了全新的文创地标 你会来这里打卡吗 看视频上封面